各位晚上好 今天是29號 兩天後我們新年到2019年 很快手 時間真是時光飛逝 沒辦法停得住 年頭到年尾 年尾到年頭 簡直渴都渴不停 今天我在東涌那邊 跟居民派我的月曆 東中區那邊我還沒跟大家接觸 所以今天帶了兩箱的月曆去 坐桌月曆 多謝居民給我的支持 我在兩個小時內派了兩箱 大概200件 算是快的了 因為12點派到2點兩個字 沿途裏面很多遊客 遊客就不是本區 但是我做了他們的街道指南 因為他們說 怎麼坐巴士11號 怎麼去東涌 幸好我的助理可以從旁協助 我告訴你巴士站在後面 如果你不在後面組站上車 在其他的中途站上車 就會相對困難的了 給予他們指引 另外住在大嶼山 嶼景灣的居民也很友善 我又送一些日曆給他們的時候 也跟他們聊聊天 他們說很關心交通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這個 港主澳大橋通了之後 也都引來很多內地的居民 來拜託 所以他們都是關心交通 另外有些朋友也都說 希望可以在東涌這區裏面 就有多些公廁 因為公廁不夠 尤其是長者去行山 去旅遊的時候 你知道人有三急 忍不住 尤其是年紀大 所以公廁的設施是不足 另外車位 車位也是有不足之處 也有居民提出 我們希望有中國銀行 他們存款的機器 現在提款也有 但是始終銀行的設施是不足 另外外籍的 印巴籍的朋友跟我說 希望現在即將落成的商場和街市那裏 就有HKBank 匯豐銀行 因為現在他們是 銀行方面來說 不知道為什麼 在東涌可能人口不足 所以他們銀行的支援 數量不足 但是我其後做完 街站我就走去街市那裏 吃一下麵 因為今天天氣冷 最好吃麵 吃完麵之後 看到那裏不是有一間 東亞銀行在那裏嗎 不知道為什麼 那裏不是 那裏不是一間 賺到那裏 那裏 我覺得這些 我會如實地向幾家銀行反映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在這方面 考慮到商業上的理由 和好處設置的分行 今天做了兩個小時 在東涌的街站 也收了十幾個匯碟公益的好朋友入會 也有部份做選民登記 我今天不是做選民登記的 實際上是派月曆 但是和他們做了這個入會 沒有帶到這個選民登記的表格 但是我們可以稍後和他們跟進 在網上也可以做的教導他們 應該要怎麼做好他們 接下來很快就是新年 踏入2019年一個敏感年 因為已經是選舉年了 很多工作在過去三年多裡面 區議會 我也努力不懈去做 但是始終功夫做來做都做不完 我會關心 就是龍古灘那一帶的 那些村民 他們很希望在運輸交通方面 和他們解釋一下他們的困憂 目前就是那個K52巴士 就是開到11點40分 即是8個字 就停駛 造成了他們這些 坐地鐵回家的時候 地鐵還沒有close 還沒有last service hour 但是去到11點8個字 已經 巴士就停駛了 就回不了這個龍古灘 導致他們很不方便 要坐的士 的士又貴 鬼實在這麼吵 這些我們也要去想想想 較早前跟這個MTR 猛去跟他爭取 說可不可以 將那個K52的 最後一班車的時間 調校至到這個 港鐵的最後一班車的時間 去做一個配合 但是得不到這一方面的 善意的回應 可能他們覺得經濟方面 不值得這麼做 所以 一直都未能夠有任何新的突破 但是最近 我和這個小巴 的公司方面 綠色專線 談一下他們都很希望 能夠為村民服務 所以呢 我就說提出 可不可以用這個44線 可以晚上 他由這個洛馬州去到碼頭 由碼頭那一部分 可不可以再延伸到 龍古灘那裏多成10 多成 內匯有六七公里 很長 初步收到的反應都不錯 我就 希望就會做一次 村民的那個 民意調查 收集到大家的意見 之後再跟運輸處反映 六巴方面來說 他們是願意配合 就是等晚上 這個K52要停鎖之後 那段時間十點鐘開始 早一點 就把這個 洛馬州和 團門碼頭的 那條線 延長 就直接去洛馬州裏面 還有去馬頭以外 到龍古灘 走多一點 也可以造福到 居民 配合到他的需要 這個值得探討 做完東涌之後 我也沒有鬆懈 就走去 回到L20區 我的樂趣區 也都是派這個 傳單 這一年最後一期的雙周刊 也都和大家去派 今天天氣冷了一點 我就沒有怎麼穿衣服 穿一件 Blazer 那些風吹出來 想想北風出來 都很靠近的 那裏的村民 很有人情味 有位 有兩夫妻 看到我穿衣服不夠 於是 回家裏面 拿一件大外套 然後就拿下來 羽絨褲給我穿 我說不用嚇你了 那我已經差不多 站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的單張都派到七七八八六 等我做完這兩個個案 我就走了 很快的 多謝心領 穿別人的衣服不要 打擾別人 但是別人又很熱情 在這種情況裏 就拿著一件外套 就表示一番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 萬二分多謝 再三多謝 多謝完又多謝 別人對自己的關顧 又關心自己的健康 就說你千萬不要凍傷 凍傷的時候 誰跟我們做事 真的戀在心頭 做完事之後 我當然要去車尼指導 買一些美麵包 新鮮出口 很好吃 又回到自己L20的店裡 有個小食店 見到年青人 他穿的衣服比我還不少 我說 很厲害 你夠壯 他回答我一句 我做事 我做什麼 整班年青人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是 小食部裏面 老闆娘就拿了幾塊的甲板 和蛋糕仔 我就覺得 又很新奇了 我看到老闆娘做的夾餅 並不是我們平常吃的夾餅 那種餡 那種餡 是塗牛油 或者是滲些糖 上去 他就直接夾著 又有小腸 又有其他東西 用夾餅來夾那些餡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不是說沒試過小腸 但是還沒用 你當是好像Hot Dog 那樣包飯 這些時代新口味 吃法都不同 真是果然 很出色 在美樂圖又站完之後 又光顧地道的小食 然後坐車回家 回家很久之後 又要出來 今天就是看高志森導演的 他的手影就是 《朝花夕食草,荒華絕代的十方》 這齣戲是小本經營 但是高志森導演就是用這個新的手法 以一種側面的角度 來去和我們回顧 重溫一下昔日的我們的萬人迷 梅艷芳 這個樂壇的巨星 這個的確是一個香港的標誌來的 樂壇裏面來說 他是一遮一 他唱歌的功架水平 全部是很天王級的個性 但是當時我自己看 我也是 沒有現在這樣看回頭 那種回味 可能那時候太忙 不懂得怎樣特別欣賞 尤其是梅姐她有瀝患絕症之後 我不會覺得是很大件事 但是 不久之後 在2003年12月30日 他就 與世長遲 當然是令人軟識 但是那種感受 和今晚看這齣戲裡面 這樣回顧 是完全不同 還有給我有一個靜態時間 去看回頭 也有一點點覺得是 很感動人心 尤其是她是怎樣對歌迷 扶持到其他人 在音樂裡面發展 鼓勵得到那些人是怎樣向上游 所以我覺得 她並不是我們直接 以往裡面在娛樂新聞裡面所看的 這麼簡單 從一個側面的角度裡面 引伸到其他的 其他的 事跡出來 可以說是一個 another perspective 是一個 令人更加 深入了解多了她 還有一件事我察覺 雖然她已經離開我們15年了 但是看回照片 她平生的造型 當時來說是很 很超前衛 但是以今天來說 看回 仍然都很有時代感 其實她的打扮 可以說是有 比當時社會來說 超前了十幾年 如果你是受得的時候 就是一個 一個享受 如果不受得的時候 你覺得是怪怪的 但是 往往你從 時間過了之後 看回頭 以今天的尺度來看回她的打扮 仍然都是很先進前衛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不好看 是幾適合 那個味道 所以她來說是有一種她的才華 唱歌的歌聲 充滿磁力 她背歌詞 她不是背歌詞 她只是唱的時候 唱出一種感情出來 代入感很重 將這首歌演繹得相當不錯 可以說是唱得很sexy 也很有入世的味道 這個歌聲的確 十五年後 她走了 回顧回頭的時候 就是 令人覺得是很惋惜 就是 是不是 天道 這個良才 往往都是這麼厲害的人 都是受不住 也會很早的 紅顏薄命 離開 很早就離開了 這個人世 所以我覺得 有多少唏噓的感覺 今晚就是 Lisa 很令人覺得驚喜的 就是包了全院 來做這個 款待她的好友 我今天很榮幸 也有機會 出席這個 首映禮 高志森導演 也很高興地說 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這些電影 用這個角度去拍攝 有半 紀錄片的形式 倒序法 究竟市場受不受落 究竟有多少戲院會同期播放呢 電影完了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分享會 也有消息透露 就是有十幾間電影 將會在明年1月1日開始 播映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不妨去看看這齣戲 挺好看的 我覺得高導演的手法 都非常之高深 在這麼小本的經營裏面 用一個 她告訴我 我問她拍多久 她說 拍了有18天左右 就是18組 之前有四個月做準備 然後 有幾個月 超過半年的時間 準備 拍攝的時間 不是太久 十幾組 然後 事後再做剪接 那些後續工作 那裏也有四個月 所以搞出電影 都是前前後後 你都接近一年 然後就把這齣電影拍了出來 價錢方面 我相信是一個很經濟實惠 但是也看到很多人 就下心機 有很多心血在裏面 值得欣賞一齣電影 不妨大家有空的 那就去看看這齣電影 趁著它新鮮出爐 也可以懷面過去 值得回味 另外立法會的工作 我今天早上都沒有偷懶 雖然說是星期六 但是趁著年尾 有些工作要先完成 就先完成 就不要拖過年 所以下個星期一 後日我回去 都要清了 我有搭的報紙 將那些報紙剪好重要的新聞 第一次的回顧 然後就打掃乾淨 迎接這個新的一年 這個也是 可以說是 隨即我們來檢視 去倒數之前 就看看一個 過去一年裡的工作 有些什麼的重點 值得我們去檢討一下 然後籌謀新一年裡的工作 我這一年 2018年都算是中規中矩 在撥亂反正破格球變裡面 我很高興在破格球變方面 來說今年 就做到兩個工作 第一個就是太陽能 較早前跟大家已經匯報了 就是經過2017年裡的努力 終於繼續2018年的爭取 然後就 2018年的10月10日 特首就已經是 將這個太陽能的那個 那個計劃更加具體 落實在這個新界的那個丁屋 和其他的小型屋羽上面 和這個 其他不是丁屋的結構上面都容許 再加上這個基電工程處 一個明確的指引 令到 在今年來講 申請太陽能的那個設備 安裝在家居裡面 突破了1000了 如果大家沒有忘記 我們很希望推動這個太陽能 計劃的時候 落實可以去到摺到地氣的時候 當時我分析 就是說 希望不要講了等於做 政府應該要大刀闊斧在這方面推動 不要好像澳門那樣 他們推動這個太陽能計劃 已經推動了三年 so far只有十幾個申請 簡直是笑大型八口 那麼 在兩個禮拜前 我開這個 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之前 就和局長昇爺聊天 他說 哎呀 我們今年 自從這個上網架出台之後 也開始生效 現在收到的申請 安裝這個上網架 配合上網架的太陽能 突破了1000 這個可喜可賀 我就很深信 這個1000的數字只不過是初階 陸陸續續會來 全新界有三萬間丁屋 還有其他的 那些叫做小型屋宇 低密度的樓宇 那些全部都要安裝太陽能的話 那個需求會是很大 現在反而要考慮的就是 究竟中電來得切嗎 因為他們那個 每個區份都有不同的那個火牛的佈局 倘若你沒有這個火牛房 或者火牛的電力站 那個變壓站在這裏呢 你家裏裏製造到的那個直流電 要怎樣去回輸到這個交流電的電網裡面呢 沒有這個設備是不成功的 如果不成功的話 意味著 你就彈加雞見水 不得飲 就未能夠享受得到那個五元雞的上網架 所以這方面的後續工作 我都會在這個環境事務委員會裡面 加緊去監察著 看看那個進度 如果是有哪些地方不足 希望可以在中電方面來講 或者在這個廣燈 要怎樣去加快設置這個配電 走上這個上網架 回輸到這個電網裡面的那些相關設備 應該要盡快完成到位 這個也是我的工作 另外一個破格求變的工作 就是在10月7號 我就推動這個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也都是完成了一個成立的典禮 在來臨這一年裡面 2019年我已經有些大計 也都整了出來 希望可以跟我們業界的朋友 可以去北京和去其他地方 因為除了北京的總部 國家法官學院 做一個這樣的交流培訓之外 還有28個的省市 國家法官學院的分院 這些也是很值得我們去探索 還有去學習 作為一個在普通法的司法地區裡面 也都是多了解一下大陸法 內地法庭裡面的那個運作 司法系統如何去做事 這些是對我們的年青律師 是必定會有幫助 如果知道多一點 就會自己也都會 那個條件也都會有所改善 日後工作起來的時候更加暢順 這是其一 第二呢 我也是在禮拜五那天拜後了 這個不是禮拜五 今天才是禮拜 沒錯是禮拜五 就是昨天 那我就去了這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 就跟他們交流一下這個IPSA 成立了之後 我們來臨這一年裡面有些什麼工作 我也都希望呢 藉著這個我們祖國有一個這麼龐大的外交網絡 我們的律師呢 實際上不單止將來只是做律師那麼簡單 也都是在這個這麼龐大的外交體上 都會多一條出路 成為外交官或者相關的工作也好 那尤其是現在來說 是還未跳到去做外交官之前 因為我們的國家的政策就是一帶一路 那也是香港的律師 也可以跳進這個大灣區 在香港區裏面協助我們的香港居民 或者內地居民來香港投資等等 這一方面的機遇 隨著不斷地擴闊增加的時候 我們作為律師也可以做一個看羊狗 來帶領協助 解決了一些法律的問題 那大灣區是其中一個 但是這個一帶一路裡面完善 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要留意的一個新興市場 這些全部是對我們的工作 IPSA可以發揮到工作 破格球變裡面我們希望 現在的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將香港的律師參與社區工作 同時也都可以自己有所得著 然後再可以跳進大灣區 順便再向原路一帶一路走 有一個外交系統協助 也有內地的司法系統 法庭 我們能量就會更高 是如虎而添翼的了 這個就是我希望做的破格球變裡面其中 一個這樣的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我做了香港律師會22年的理事 也都在裡面深明其運作 我們如果是有拿到裡面的好處 然後再加上外面的一個新組織的達靈活性的話 我相信會對我們的行業裡面的新青年 無論是老中青也好 都有一個很漂亮的平台 大家一起去探索 和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 和改造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這些是我們 我在這一年 接下來的2019年 就會做這個工作 第一個課程將會是 再搞CPD每三月份 第二個呢 將會上京 暫時來說有30人的成團 有一個高規格的一個接待 將會是6月21號 22號 23、24、25 就是前後加上 就是星期五上飛機 然後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二 就是三天半的充實的上課 可以拿到16至18分的CPD 短短一個weekend裡面 拿到十幾分 又令到大家有開眼界 也可以去參觀一下一些 平時普通人 未能夠有機會參觀的東西 現在我已經在行程表裡面 做了一個結構出來 建議出來 暫且就賣了關子 但是呢 包補就是會 你嘆為關子 也都可以學習得到 一個新的 一個常識 新的知識 應該這麼說 建立一個好的人際關係 肯定對自己日後的前途 是不是無可限量 當然要看自己的做法 但是 在這一方面來說 一定會加上一個優化的元素 能夠為大家服務 這個也是我心目中的其中一個目的來的 儘管大家努力好不好 這個時候就說到差不多 接近12點鐘 讀一讀我們的粉絲 看看有什麼評語 Samson Chan說支持何律師 Wonder Lee說我們 何律師是非常有遠見 多謝 Carmen Cashmore說先萬安 好了 分享一下明天 再走回來看 保重身體 AKD說我也是一樣 Lisa說 今晚 看電影都有兩聲咳 沒有辦法 今天 北風吹 站在街上 前樓加起來 也有三個多小時 都算是紮實了 今晚 洗完糧之後 做一件棉納 保暖 OK Lisa說今晚守住 荷律師的主業 都看不到 已經開始直播了 又要在自己通知 會找回 怎麼開 怎麼開 已經 就開始了一會 這個我又覺得很奇怪 Facebook 怎樣把關呢 對於那些假戶口 我經常都是作一個批評 雖然 他們好像很熱情 這樣作出回應 每次我投訴 第一時間又跟我搞這個 搞那個 但是我不見到那個情況 有所改善 由最初 二十幾個假戶口 去到七十幾個 一百個 現在去到二百三十幾 四十個 但是 數字不斷上升 但是 它去阻擋 或者制止的成效 非常低 與此同時 早了兩個月時間 香港的需要犯罪調查 和電腦犯罪 它的那個 特別的那個組織 就已經掩蓋了 那些網上情緣 騙案 有很多人 霧認了 後面的騙子 用了別人的假的相 用了別人的真相 套下去的假戶口 來騙錢 原來就是 行騙的金額都超過一億元 被捕的人數 是連同這個海外 特別是東南亞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有些是非洲 然後香港 原來拘捕的幾十人裏面 特別多 佔那個比例 人數 最多就是香港 而是香港被騙的金額 也是一億元裏面 超過五千幾萬 另外我想起 跟Facebook有沒有關係 肯定有關係 因為他們那些騙子 就是用Facebook 來騙人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Facebook 你弄開這個平台 而沒有作出一個應有 或者合理的 那個賭截 而你容許這個平台 繼續被人濫用 其後有人是 失了錢 被騙 那我覺得有一個 prima facia case of negligence 如果不是有 有一個惡意 或者內部 有些人串謀 內外勾結的話 作為一個這樣的平台 你也應該有一個責任 去擴保自己的平台 不會被人濫用 來作一個行騙的工具 所以Facebook 它有一個表面上的責任 我已經跟他講了 你竟然可以容許那些人 把我的照片去盜用 然後開了成二百幾個假戶口 我因為一直都有做記錄 不是說 就這樣投訴也算了 所以我一直在建立我的 record 我送給他那些什麼 我每次都做一個最新的更新表給他 而他們的行動方面來說 我覺得就是 不達標 第三 就是 現在我聽到Lisa Pills這樣說 就說想看 Junior Show的那個帳戶 就是那個Facebook 這個broadcast 又收不到 又開不到 有些人又說 很久沒有收過我的訊息 其實我在Facebook上面 都不斷 都是有我的訊息的發佈 為什麼收不到呢 以前呢 就說Richardville那些 涉及得到的有幾萬人 現在就是 越來越縮 縮得很離譜 當然我會檢討 究竟是不是 我的廣播是 失去吸引力 而是這樣做 但是不是我 這麼簡單 還有 波哥 這個就是 他自己 那時候 他做的Facebook 也是很受歡迎 但是 他問了一件事 我發覺好像 現在 收聽的人少了 那個接觸率好像低了 我說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是的 低了 低了很厲害 究竟什麼回事 這個又帶出一個 十萬為什麼 都問了出來 然後我自己看一下 現在 我做廣播這些 會是那個 Ritchable Rate 只有兩三千 然後 Ritchable Rate 低了那麼多 跟以前 二三萬的 是萎縮了 十分九 何解 然後第四 他很活該 就說 喂 你賣不賣廣告 如果你賣廣告 都是 花多個 幾個水 左右 你已經可以新增去到 擴闊到 有幾萬人 另外 一系列這些 聯想的時候 就覺得 又沒有問題出現呢 Facebook 究竟 在整件事裡面的角色 它在扮演什麼呢 早期 你們做 Facebook live broadcast的時候 給你貓仔試吃甜品 優子良品 不用錢 不用錢 等你試到好味道的時候 然後就叫你買了 一百元三包 抵得難 買一包的價錢 沒有一百元三包這麼便宜 所以 那些是否在營商手法裡面 有個變化呢 這個呢 我沒有充分的證據 但是 從那些蛛絲馬跡方面 我看到 就是 它 它都要賺錢 就是說 它做什麼事 也都很合情合理 之前 找你去試用 盡量和你去推廣 但是 到不上那時候 那我不只是一定要和你推廣 如果你要愛 覺得好吃 吃都有甜頭的 那你就放水 你不放水 我怎麼會給你這麼優質的服務呢 對不對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 都是 很合情合理 所以 現在就是 no money no talk 那你不放水 它就 將你 維繫在那個水平 就是 相對 就不是這麼積極 但是如果你放水之後 它就跟你做多些事情 是這麼簡單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的情況呢 我的評估呢 雖然我是 沒有十足的證據 但是我覺得 似是這種情況 也居多 所以 Lisa 為什麼會說 開機的時候 看不到呢 她提供的那個 便利之處 就是 肯定 就沒有以前 那麼英俊 以及那麼方便的了 李清平 就說 荷里斯今晚有些咳嗽 請保重多謝 大家都這麼說 Wonderling 就說 荷里斯身體力行 所以 時事都會成功 那不是一定成功 但是朝著這個目標去爭取 雖不眾 亦不願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當你有這樣的決心的時候 也都會有辦法 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Lisa繼續說 河里斯 一心一意為民 謀福利 這個一定要這樣做的 作為議員 行其為素其為 如果你不是這樣去爭取的話 跟別人爭取 別人採取也有味 馬蓉根說 祝福君 是 知有 全體和人 新年快樂 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願望全港 這個 善文 和氣 身材 非常好 Eileen Lo 多謝Eileen 周時給我一些善報 哪裏哪裏也有假帳 後面有些什麼人串謀 Eileen成為了這個網上的警察 非常之有效 多謝 Laura Lo 就說 河里斯 晚上好 大家好 天氣冷 大家要穿多件衣服 保持身體健康 很久沒有跟Loyale聊過 Loyale 你好嗎 趁不忠 我們不是趁不忠 趁不忠 我收到你的信息 也想有時間 要口罪狗 多謝 並祝大家新年進步 新年快樂 Kennie Sin就說 妹芝的魅力是沒發黨 永遠懷念它 沒錯 河里斯祝福你全家人 身體健康 公主順利 也希望三隻小我愛 能奔跑嬉器 謝謝你 Sammy Chang 說 俄律師晚上好 大家好 Lisa 繼續說 俄律師百忙之中能夠抽出時間 來看這一齣戲 真是開心 Rita Mack 說 俄律師晚上好 And then Wanda Lee 說 阿妹希望如果可以再選 她會選多讀書 很奇怪的 有很多人現在讀書 讀得多又很喜歡做話 就說不一定讀書多 從心出發就算數 做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 有些就是 讀不夠書為了要做事 做完之後會賺到錢 但是有很多遺憾就是 覺得自己的知識不足 希望讀多些書 人就是這樣矛盾 當你有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樣東西就不太重要 捨棄它 而去取其他 所未得到的東西 那是一個心願的問題 怪不怪 這個很自然的就是 人永遠都是一樣東西 你得到的 你不會覺得因為已經得到了 你想得到的東西是未能得到的 我讀到書 所以我可能會覺得 讀得太多書 反而被他累 被他成為一個枷鎖 如果我是不讀得多的時候 我就在那裏 我生意或者其他冒險 我都可以做得多些 這是一個心態之一 不要說對還是錯 另外一些就是 雖然做事 事業都很成功 但是因為他自己覺得 由於人生的月曆多 見到人多 雖然說成功 但是跟別人一比較的時候 不怕 不怕你 高手還是低手 碰一下知道你有了無了 那比較的時候 好像別人學會 比自己博學的時候 還有聰明 他覺得自己有缺陷 沒有人那麼聰明 如果可以讀得多些書 就盡量讀 那這種心情很自然 但是我 就說一句 什麼都是中庸之道 不需要下下介懷 人家有我沒有 於是我很想要有那個 永遠這一種慾望 是追不完的 追不完的 只要你自己 保持心境平靜 中庸一點 人沒有完美 是不是 樣樣 有些事情 過得去 我覺得都ok push到太盡 未必是一個祝福 是不是 好 那今天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再掃到最底 看看有沒有新的comments 然後再跟大家 說拜拜 Joseph Chan 到何律師 晚上好 各位軍事行動之後 晚上好 AKD就說晚安 ok了 還有Alisa還說多一件事 就說什麼 以前一打開都有五十幾個人同事會收睇 現在打開 都是那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 慢慢增加 我留意到 增加的都是我們自己 網頁和何律師粉絲的群組 他們看到我們的通知 來收睇 來收睇 這個就是 我相信 剛才已經解釋了 Lisa 希望你也明白 好嗎 不要緊 暫時來說 我都不用去賣廣告 好 謝謝各位 在這裏跟大家說一聲 還有兩天 我們新年了 星期二就是年初一 就是1月1號 我們還有 明天 是星期日 我去跟別人做生日 星期一就是倒數 會去天星碼頭那裏進行倒數 那天會冷還是暖 應該會又濕又冷的 會穿多件衣服 在那裏看看 感受一下這個新年的氣氛 在這裏祝大家先行新年進步萬事勝義 大家心想事成 越做越好 最重要就是繼續前進努力 晚安 拜拜